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金會結束 歷史性的高峰會 在全世界非常矚目的情況下 結束 特朗普非常高度評價 用大陸的說法 這次的回眠 覺得這個世界從此不一樣 金正恩也說 好像科幻電影一樣 我想跟他父親和爺爺一樣 很喜歡看電影 覺得這次走到這一步 一點都不簡單 很多外界的 因為對於鐵幕國家 即是鐵幕的鐵幕 北韓的領導人所知不多 所以大家都用盡任何方法 我相信美國的CIA專家 一定去研究究竟 金正恩這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當然金正恩也非常小心 不會讓美帝國主義的專家 揭底派的文說 連馬桶也帶上去 大便不會讓美國的特務 可以搜集到 去研究一下他的身體狀況 很謹慎 所有這些極權國家的領導人 都是這樣 我們看到會面 他們很多的身體語言 相當有趣 外界說我們握了幾次手 最長的一次握了幾分鐘 大家輕拍大家的肩膀 或者跑拍隻手 以事友好等等 很多這些描述 我不再在這裡說 不過我有個總見就是 特朗普 大家都記得他未見肥仔金之前 一分鐘就揭穿他的體派 很厲害 看來特朗普自己信心滿滿 老海鮮 你三十多歲的小孩 你救我來嗎 我在商界裡 談判的次數 吃鹽都多過你吃米 所以你看到特朗普的身體語言 就覺得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做我的孫子 就差不多了 那個感覺 無論跟他握手 無論是他的眼神 跟他寒圈 拍拍他的肩膀 然後我最記得 跟記者打完招呼之後 進入會議室裡面 他掩然像一個東道主 金正恩有點像 不知所措 亡言不知所措 向東走還是向右走 向東走還是向西走 有一點不辨別方向 特朗普就拍拍他 然後用他的手指示 你向這邊走就可以了 在氣勢上 好像是特朗普贏了 當然在談判的經驗 當然特朗普就是商界出身 雖然不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他的商業談判經驗 他自此比金正恩更多 但結果如何 有趣的地方就是 結果就是 特朗普被金正恩 哄得非常開心 對峰會會面的成果 高度評價 覺得這個世界在特金會面之後 已經變了另一個樣子 實情是否 我想說 特朗普這麼大聲 說好了 我有成果 這個其實是否被金正恩騙了 我細緻分析他的聯合聲明 其他那些是廢話 最重要是有關於無核化的問題 第一 有三點承諾 第一 美國承諾 按兩國人民的和平 凡名議員建立暫新的美朝關係 這個說了當然沒有說外交辭令 第二 美朝將攜手努力建立 朝鮮半島持久穩定的和平體制 這是特朗普事先 張揚說會簽訂一個 朝鮮半島和平協議 但中國出聲 沒有中國參與的和平協議 是無效的 我想這會拖拖 第三 這是重要的 朝鮮重申2018年4月17日版門店宣言 即是金正恩建元文在寅的宣言 承諾 致力邁向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 第三點才說到無核化的問題 第四點 美朝承諾 致力尋回戰夫及作戰室中官兵的遺骸 並立即送回以確認身份的遺憾 這是南韓要求 特朗普向朝鮮提出的 其他都是比較虛的事情 例如特朗普總統和金正恩委員長同意 史上首次美朝峰會 極其重要的或時代事件 克服幾十年來緊張的局勢和敵意 並約定為開創新未來 將全面迅速履行聯合國聲明鎖裂的事項 美朝約定重組由美國朝鮮有關高官 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朝鮮高官主導的後續談判 以落實美朝峰會的成果 整個聲明 我不是說出來 不是讀出來 整個聲明其實差些什麼 大家會覺得好像差些東西 差些什麼 差些很具體的東西 差些美國事先張揚 是一定要金正恩同意 然後先簽聯合聲明 最關鍵的部分 是什麼 美國事先張揚說 這個談判 要取得成果 對於無緒化的問題 有四個英文字母 一定要做 第一就是Complete 徹底的 完全的 OK 徹底的 完全的 有沒有呢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V V是什麼 就是Verifiable 是可以檢驗的 OK 是可以檢驗的 是可以檢驗的 V是可以檢驗的 第三就是I 二 V reversible 就是不可逆轉 就是說 你不要告訴我 你已經消毀了核武器 然後就 好像伊朗一樣 原來還在 還可以提煉 這個軍事用途的龍宿友 是不可逆轉的 四就是Denuclearization 就是一個無害化 所以 四個英文字母 就是完全的 徹底的 是可驗證的 可核實的 然後就是不可逆轉的 無害化 我在這個聲明裡面 在這個聲明裡面 你最多 說它四個英文字母 是承諾有兩樣 第一就是完全的 徹底的 第二就是無害化 至於可驗證的 和不可逆轉的 V和I 這兩個最關鍵的 在這聲明是不見了 除此之外也沒有時間表 時間表沒有問題 因為要無害化 其實有些人說 非要10至15年不可 完全無害化 有些專家 昨天已經很詳細地介紹過 但是 這些大原則的問題 C V I D 這就是空洞到不得了 什麼是完全的無害化 條件就是不可逆轉 和可以驗證 可以派人去看 做不到 或者沒有承諾 這聲明的意義不大 所以我看到 金正恩表面上看來 好像被特朗普的老海鮮吃住 他是70多歲 一個是30多歲 好像被他吃住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金正恩扮豬吃老虎 金正恩看穿了特朗普這場峰會 其實他一定要認屎認屁 一定要講有成果 他和他的尋求連任 或者其他在國內的施政等等 他一定要做到 就是說我是一個有違的總統 前任奧巴馬做不到 甚至更早的民主黨 共和黨的總統都做不到 我就做到 要簽了這個協議才做到 如果抓到了 怎麼算做到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 特朗普為了要簽這個聯合聲明 為了要告訴美國人 他是一個有違的總統 為了要建立一個這樣的形象 就是說我連北韓都可以做到 因此不惜同意簽一個 我認為和以前 這麼多次的 有關於核談判 包括六國核談判等等 或者以前的政府和朝鮮的領導人 不是第一號 是第二三號的領導人的見面 其實有些人分析 是沒有大分別的 換句話來說 特金會其實 美國人沒有拿到什麼好處 但是 肥仔金 好處是非常多 其中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特朗普說出來 這是很典型的特朗普施政風格 突然嚇到 美國五國大樓 即是軍方 嚇到一跳 就是說 歷來美國和韓國的軍事演習 其實對於朝鮮來說 都有相當挑釁性 我們現在既然 特金會都結束了 我們發展新型的關係 我們就決定暫停 美韓的軍事演習 突然之間出來 可能連美國軍方都不知道 這是第一 第二 既然朝鮮半島 遲些都會簽和平協議 那有沒有需要 美國還派幾萬個美軍 在那裏設軍事基地 在那裏駐守 在南韓駐守 遲些 因為很貴 很貴 要花很多錢 南韓又沒有怎樣 承擔軍費 遲些我們考慮 是不是都需要撤走美軍 這個也是嚇到 包括南韓在內一條 你這樣說出來 究竟你來真還是假 時間表是怎樣 你突然停軍事演習 很明顯馬上來 撤走駐韓美軍 是不是也很快 有沒有考慮地緣政治 地區的戰略 還是純粹考慮 美國軍費支出錢 肥仔金沒有拿到 沒有給你任何具體誠學 有關於武俠法 你已經給了這麼多好處 肥仔金 包括可能遲些會 在那裏投資 解除很多禁令等等 在這個問題上 究竟在特金會 特朗普與金正 交鋒的過程中 究竟誰贏呢 看聯合聲明 似乎就是肥仔金 贏了 而且是贏盡了 心情很快已經跨過一千集 一千集一點都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今天 正經的環境 越來越惡劣 政治打壓 媒體歸邊 大話連篇 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 那些向主旨 淺味刷鞋的人 真的可以這麼說 遍地開花 我們這種不惜時務的聲音 只佔少數 而且染沒一片 歌功仲德的汪洋大海裡 不知道什麼時候 突然好像我在主流媒體的 封煙節目這樣 砰一聲 會被禁聲 心直口快有機會 人間蒸發 消失在地球 我抱著這樣的心態 做得一集得一集 你們呢 聽得一集得一集 雖然好像很消極 但如果要繼續堅持下去 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我在這裡對 看心直口快這個頻道的觀眾 以及實質支持我的觀眾 致熱衷心的感謝 只要你們繼續看 我就會繼續做 只要你們給我多點鼓勵 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繼續為大家發聲 你們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你們在看Youtube的時候 你看到以下手 底下會有一個 你可以按進去就可以訂閱 如果我有新片上傳 就可以通知你們 可以通知你們 除此之外 你們也可以用月訂計劃 用網絡版 用網址 要看到有PayPal標誌 你可以有月訂 每個月對我作出實質支持 又或者一次過的支持 根據網址 都可以做到一次過的支持 如果你說我沒有PayPal 你可以寄劃線支票給我 就用這個名字 以及寄去這個地址 我就會收到 如果你說我都覺得很麻煩 不如進入你的銀行戶口 可以嗎 沒問題的 你有Facebook 加了我 然後PM我 我就會把銀行戶口號碼 告訴你 在這裡 衝心感激大家 對深植口快的支持 深植口快 跨過一千集 啦